KT文941, 當它沒有貨, 現在你怎樣看呢? 其實有貨沒有貨的策略都是類似上次的 這些典型收息價值庫, 中長線投資真是沒有問題 短線近期來買, 你就預10天才出售 而10天線這些位置買, 現在10天線大概是55元這些水平 你不要想著55元買, 之後一定不用輸錢 純粹現在中移動在找什麼就是 大家搏去回A之後, 會大幅增加派息比率 會不斷地回購股份, 但其實一雙情然 是不是真的做, 這是一個未知之數 可能性發不發生的機會, 和烏和局勢會不會打仗 那個道理類似相似的, 大家都是處於一個股股下的界奪 問題就是股價更升了很多, 所以有一個調整風險在 所以你有貨的, 我覺得都可以保持住 你捱得到有一定的風險承受能力, 就繼續拿著 但是短線不想捱的時候, 可能等10天線再去買 但是現在省了7毫左右, 一分鐘手續費都輸賣 所以暫時是說局錯的這些股份 但是中長線拿來拿著, 看60元左右這些位置 有機會的, 但記住價值股的道理就是這樣 你看一月份, 由四十幾元升了兩成, 差不多接近三成 最多三成上去, 不會升得多的這些股份 因為你越升上去, 股息率就會變得越來越不吸引 所以這些位置中移動的話, 有貨, 或者拿了很久的 都是同樣道理, 沒理由這些位置想落斜的 但是短炒的話, 總是等10天線才出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